我们都知道 大海和小池塘干起来 那么面对这个局势呢 许多人都想 能够自保 是吧 绝大多数情况下 很多 即便感觉到危险的中国人 其实他是离不开大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离不开自己的长辈 亲朋好友过多 熟悉这片城市 不会外遇 孩子太小 还是在房子上套得太牢了 房贷还没有还完 交的医保社保 交了这么多年 走了就全没了 我们知道有许多人 他是割舍不开 亲情 当然很多人不愿意承认 他们更割舍不开的 往往是财产 有些人呢 他总考虑到 离开了自己的祖国 他就像没有根的一个扶贫一样 他不知道自己该往哪走 他也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 怎么生存下去 都是问题 总有人找的各式各样的理由 让自己 能够尽可能安慰自己 不是我不想走 而是因为 我有太多的事情放不下 那么这种情况 在中国实在绝大多数 即便有些人 可口声声 他们能清醒的 看世界 能够睁开眼睛 看世界 但其实他们都是 离开不了这片土地 归根到底一句话 牵扯太多 牵挂太多 那么 其实他们不愿意承认的是 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 能够走到哪里 都能生存下来 而且活得 绝不比现在更差 我们知道 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 是吧 不是一个两个人 不愿意离开这片土地 无论找什么样的理由 说服自己就好 是吧 人总要活着 无论你在哪 你就有再多的钱 你的生活 其实也可以过得很简单 对不对 在现实的中国 面临到 目前 即将到来的这种危机 你如果说 真的想 待在原地不动 或者说 即便罗动一下 但是我就在国内 我想让自己过得更安逸 我想让自己过得更保险 其实不是没有办法 没有万全之策 但是总有一些 小的可以变通的方法 这涉及到几个问题 首先 不要谈政治正确 不要谈所有理论上 可行的东西 那个东西呢 它只能 让你的精神得到升华 它不能保证你活过乱世 其实跟走的人一样 即便理想留下来 你第一个要搞清楚的 还是自己的定位问题 你在整个社会中的 从属的地位 是什么 你不要认为 我是一个老百姓 是吧 我跟政权无关 有关没关 是你自己说的吗 有很多事 不像我们想的 那么简单 你有没有亲属 依附于这个团队 而且是他的 主要成员之一 你跟他的关系怎么样 你跟他是不是有 直系亲属 或者比较近的 亲属关系 你在整个中国社会中 你是靠什么活着 凭自己的手艺吗 你是一个专业的工程师 或者你是一个高级技工 哪怕你是一个个体户 或者你是一个种田的人手 你有一样可以让自己 存活在这个社会中的 一己之产 都算是你自己的 现在这个年代 你说你汇外语是吧 我精通八国语言 没用 对你没什么好处 除了 给共军 当翻译人员 或者给灰色产业 提供语言服务 其他对你来说 没有什么可用之产 这些特产对你来说 今后都是包袱 你不可能在中国大地上 见到美军 也不可能见到日军 你想做带路党 你也带不了 没有人会踏入这片土地 这片土地上 即便出现问题 你面对的还是说中文的 汉人 当然了 你要是汇个小鱼种 是吧 有可能有点用 因为中共在垂死挣扎的过程中 他们会发展一些 他们原先看不上的那些小兄弟 其实现在周边国家的鱼种 都非常稀缺 如果说你真的要精通一门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 让自己活得很滋润的 当然有一个前提 无论你应聘的是什么样的公司 它背后都是国资的背景 这个你一定要搞清楚 如果说你跟这个政权 十八不靠 什么东西你都靠不上 其实你在这个社会中 能够平稳活下去的 第一个技术就存在了 你是一个不险三不露水的人 你既不属于共军 也不属于那种赏门比较大的反共 这是第一个前提 如果说不具备这一个 你说你是一个 非常希望祖国强大的 说到底一句话 你就是个自干物 不代表你能比老百姓活得更好 你生存下去 继续能存活下去的这个比例 不比反贼高红流 为什么呢 因为共军对他们自己人 还反脸无情 大义灭轻 对吧 所以你就是主动愿意贴上去 也没用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 对着镜子照一照 看一看 审视一下你的过往 看一看你原先做过什么 你今后能做什么 如果这个社会出现变动 你应该怎么做 他不是说你想 而是依据你人生之前的轨迹 你会被划为一个定位 这个定位不仅仅是你自己的 也是整个社会给你划分的一个符号 在和平的环境中 所有的符号 都是可以被调笑的 他不伤体不伤骨 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最多就是被别人刺鞘两句也就算了 那么中国的未来 极有可能不是这样 他现在要回到的 还是以阶级 还是以立场来划分 中央已经提出来要 加强斗争了 你以为他斗谁呢 他先要斗的 就是肃清整个社会的 不良思想 凡是影响到执政党统治的 都属于有前科的 所以能不能安稳地度过 今后的 这种惊涛骇浪似的岁月 看清楚自己 是什么人 之前扮演过什么角色 今后能以什么样的角色 在中国社会中继续存在下去 这是最重要的 没有质疑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